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主成為教新國家 希望社會能夠持續記憶這個議題 並且思考未來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在我們還可以發言的時候 應該持續發言 能力發言 看看我們周圍的香港 西藏 新疆 台灣應該珍惜現在擁有的空間 並且持續努力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